在香港做一個家園的感覺 我希望可以支持多些年輕的一輩 在這個家園都在做一些事情的人 這個作品叫《恆遊》 在疫情前已經開始了一個項目 在街頭或一些洩興、節目、事件 拍攝很多人在同一個框裡的感覺 我很喜歡彩色的東西 我覺得嚴重的顏色是挺代表香港的文化 放在一起 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城市的氣氛 亦是代表我對家園的一些想像 家裡是一個很舒服的 好像一個很避世的地方 個人層面去看 2020年之後我多了一位留在家裡 我經常都在家裡 可以很舒服地避世 家裡給我感覺是一個很舒適、很安逸的地方 比較切身的就是因為 其實上年我爸爸過世 然後加起來整個環境 所以我自己又會對家裡的事情 會多了一種責任 對家裡的情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